他們兩位真的是 我很好很好的閨蜜 你...你在急死 你在急死 你在害怕死 尤其裡面還有一個是 我們的第一次親熱 我就跟羽爺說 我們就放開來 我們來真的 我就很興奮的回去跟志祺講 你為什麼要給我看那個 我跟妳講 婉君 譬如說他可以跟趙季亞兩個人喔 深山裡面爬山 我覺得不單純 你現在是在有點生氣 覺得為什麼不是你跟他去審判嗎 我不是生氣 我是吃醋 真的 我講真的 深山好熱 我一直在領導 就是我覺得我要獻給一個 跟妳那種純友誼 很難得 是 難得有溫馨的結尾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害怕 不會有驚嚇的東西 你要冷靜看 他怎麼不信任你 他是真的害怕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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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過喔 好 我拿 不會啦 害怕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們有感覺到 阿強很緊張 我沒有緊張 一直不願意讓我提 這在座的兩位女生 對啊 好不好 對 這兩個這麼漂亮 他沒在眼睛找不到 我跟你講 他又是真的 對他們兩個沒有感覺 他就真的無能 沒可能嘛 對不對 尤其裡面還有一個是 他讓他受驚最多次的 真的 驚哪個驚要寫 這個我不知道 都是嗚 但是驚是不同 一個是驚嚇的驚 一個是精神的驚 我只知道這個受驚 不見得 不見得 他叫得很厲害 對 很厲害 所以呢 我要先找這個叫得很厲害的 好好來講一下 他是怎麼認識他這個 所謂的純友儀的閨蜜 好不好 對 我跟陳真祥 已經當過三輩子的 你看吧 三輩子 你是說怕癒 對 怕癒也是真的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跟他認識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 我們在對戲就非常 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然後我們也私下聊好多 從可能工作 講戲 講到感情什麼 然後我們都會好像 都帶另一班 就是一起認識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真的就是 就是純友儀 然後我們是 連出去都會跟智希 我們可以四個人一起 智希曾經有吃過他一次醋 怎麼說 因為怕癒現在我跟宇潔 就是我們的第一次親熱 我就跟宇潔說 我們就放開來 我們來真的 對 吻戲 吻戲來真的 其他什麼 你哪個有什麼事故 你是不是真的要創前 不是啊 來真的是怎樣 真的要嘴對伸舌頭之類的 沒有伸舌頭 但嘴巴有對嘴巴 而且我們是 我們用我們的手 代表我們的行為 比如說我們親親 我就說我的手 我說你的手就這樣 這是宇潔的手 我就說我的手會這樣子過去 然後我就跟你講說 我要進去了 我就這樣子 變緊扣對不對 對 那時候特寫手喔 你就是要預計還營這樣 然後最後你就是 我也接受你了 然後因為拍完那場戲之後 我們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疫情太棒了 我就很興奮的回去跟智希講 還有側錄給他看 看完之後他不講話 到睡覺前已經躺在我旁邊了 突然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要給我看那個 你覺得你跟我講那個 我很開心嗎 吃醋了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那些動作 跟他老婆也有這樣做 我跟你講 我們就這樣滑進來 然後我就進去了 然後你就再默契 對 他感覺到你對他是 跟感覺到你對老婆 是感覺是一樣的 心裡會有點 吃味了啦 對 其實我覺得我有點懂 就是像我也跟我男朋友說 你一定要看那一場 寶貝你要看 這場真的 我覺得一般清晰很尷尬 看了之後他說 其實你有想過嗎 其實這種戲 其他的我們看就好了 我看可以 但是這種親熱戲 你以後還是少給我看 我說OK 那我懂了 其實不是只有 但看了還是會舒服 就是因為我把他當 真的是單純的好朋友 所以我敢分享這件事情 我如果跟他 我覺得有鬼的話 我怎麼敢讓你看 但如果沒有鬼 如果他是一個很醜的 就是平常 以正常你的狀態下 你不會吃的女生 你會要這樣演嗎 我為了戲 我當然會啊 你還是會喔 過關 OK 不然下次我們也會看情侶 我們都要失控 我不要 我會害羞 這個所以好 這個讓你暫時過關 有沒有 雨潔這個過關了吧 對 但是因為他有另外一半 婉君沒有另外一半吧 沒有 對 所以這個就很危險 對不對 他有另外一半 所以你會把持住那個界線 因為有時候 純友宜跟不是純友宜 真的只是身體上的一個界線 沒有過去而已 但是你有女朋友 但他沒有男朋友 就有一點危險 你們怎麼認識的呢 吳小姐 沒有 因為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我們就是還滿聊得來 因為他是天秤座的天蠍座 很多地方就是我們是很合適 可是我們沒有那些火花 是因為 他不是我的菜之外 他還幫我介紹男朋友 我一直想要把他積極的推出去 對 我就是 這不是說他到底的你知道嗎 但我告訴你 是因為他覺得你很讚 就是說 我吃到一道菜很好吃 我會覺得 等一下 你說吃到一道菜 對 對 我是舉BeeBee 我給他吃到味而已 我給他吃 香味他要吃嗎 我請你吃 BeeBee 你就會覺得不要浪費他了 因為我現在不能吃嘛 我一定要告訴朋友 他真的很讚 真的 攝影棚為什麼 我講真的 攝影棚好熱喔 我一直在流汗 你不要緊張 對不對 我覺得 所以陳真祥你有暗戀我嗎 沒有 回家罰罰粿 是因為沒有機會啦 但你絕對是他的菜 我跟你講 婉君 他真的有很多男生 我也在懷疑 是不是純友誼 是喔 譬如說他 可以跟趙靖雅兩個人喔 深山裡面爬山 欸 深山耶 只有兩個人耶 躺著床都沒人知道耶 是不是 是不是很讓人家懷疑 我覺得不單純 你現在是在有點生氣 覺得為什麼 不是你跟他去審判嗎 我不是生氣 我是吃醋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不瞭解我的人 跟我不熟的人 就會覺得說 他跟他們可能都有些什麼 可是因為強哥 他就是我純友誼的朋友 他跟我相處過 他就會理解 我是一個 很有分寸感跟界限感的人 我從來不會越界 不管我跟你再好 那為什麼 你不嚇他呢 我跟你講 就跟你剛剛講的 他受驚要有反應 要會叫嘛 他就不會叫 他要叫得難聽 你聽到聲音那個 沙啞了 什麼意思 我以前那個聲音是多洪亮 我跟陳志強真的是清白 是因為我怎麼樣傳語音 有的時候就是 字系也會搭個話 我們就傳語音或訊息是 另一半在旁邊 我們會光明真大的 看情緒 打電話 心虛的時候 對 就是你突然看到一個 你覺得會心虛的簡訊 一定會避開 對 比如說有一次 曾婉婷傳簡訊給我 但因為我很少跟她用LINE聯絡 然後她的LINE的那個 她自己設定的是叫做 Vicky Baby 寫給我 Vicky Baby 然後我就 我的訊息一想 然後我就看 Vicky Baby 嚇到了 我就在 我的腦袋就開始在撞 Vicky Baby是哪一個 Vicky Baby是哪一個 我就 我又不敢看 然後後來我在等她 她不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點開一看 曾婉婷就曾婉婷 那什麼都在 因為有一次我們拍完戲 然後吃完飯 我們在聊一件什麼事情 然後是工作上的事情 聊著聊著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先送你回你的房間 因為話一直沒聊完 聊到她房門口了 那個時候其實 我有想過說 如果是我的話說 你要不要進來做 她沒有說這句話 我也沒有說 那我們到你房間裡面聊 我們就站在門口 她門打開了 然後我們就站在門口 大概聊了快一個小時 我們沒有進去 你記得那一次嗎 如果我進了她房間 我們真的只是聊天而已 但是出來 有別的工作人員看到 也不好 那個會繞人口舌 其實我有點忘記這一段 但是我跟陳志強 我覺得我們蠻有把握 是我們很知道分寸是在於 因為真的進了房間出來 跳到黃河洗不清 人家一定覺得 我們肯定有鬼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在門口 但是因為的確是 我們聊得很開心 對 你要想 如果我在 真的進她房間的 然後突然有人敲門 我那時候要 翻陽台翻出去 真的 才不會被人家講話 不用了 你就瞬間來借髮膠就好了 吃泡麵啦 好啦 相信你們啦 那婉 對啊 婉君 她是相信有的喔 你是相信有存有疑的 因為我說 分寸感很重要 我不會去挑戰人家的分寸 就是你不要去踩那條線啊 我也不會沒事 我不會一天到人打電話給他 我不會一天到人打給 就我們不是男女朋友 不需要在好朋友身上 建立男女朋友之間的 相處狀態 自己要有分寸 對... 你不能說 我們真的只是好兄弟... 沒有 你的性別 就是一個女生 你要一直說你是兄弟 然後你一看到他 你就要勾著他的手 然後靠在你的胸 那真的是兄弟的意思嗎 我覺得那個是多了 對 今天我有兩位好的閨蜜 對 這句我們就知道嗎 我有一個禮物 想要送給我兩位 閨蜜 是啊 人家真的是特別來的 對 可以用得到 她是 注意安全的保險套 然後 增進情緒的 對 謝謝你喔 好不好 然後妳的就是 我覺得我要獻給一個 跟妳那種純友誼 很難得 是 所以我找了一個朋友 我要下妳 我整集就開始一直下妳了 我從這個時候下妳 我不會 我覺得會有 好 謝謝你 謝謝 難得有溫馨的結尾 真的 我怎麼會害怕 不會 他真的很害怕 你給幫我收看 不是這什麼嗎 不行 他送給你 他不會在那裡受盡了啦 你放心 他不會有毛毛蟲 不會有蚯蚓 你先答應我 要不然你會男生小孩 不會有毛毛蟲 不會有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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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冷靜好 我冷靜開 你要冷靜 它是... 它是真的 你真的有在害怕 算了 算了 我被你受到好難過 我拿 不會啦 不會啦 他真的被嚇害怕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還好啦 這是什麼 這是麵包蟲啦 來... 我不會啦 好啦 我看一下 來 這個 沒有啦 沒有... 這麵包蟲嗎 在這裡... 這是... 妳們的禮物我都是精心準備的 我不相信 這是什麼 它是什麼 你給我看一下 這是一包鹽 它是進化你心靈 不要再讓你那麼容易受驚的 一包鹽 進化磁場 我需要 我要搬家 對... 它可以讓你的新家 有一個好的磁場 我倒要撒在你身上 謝謝... 對啊 它其實就是那個業障 它就是業障 你要撒它 對 我也覺得 э... 是帽子 我不想 mand